几千年前,华夏民族的祖先已经知道怎样通过简单的方式进行预测,以窥视时空运动的奥秘,然后根据预测的结果做出顺应自然的决定。 而预测所依据的就是后来被称作群精之首的易经。 易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太古三皇之一的福西时代,相传有一日,福西在黄河边上见到一龙马从河里藤玉而出, 福西从龙马背上的图案和排列,明白了阴阳,五行与四项的关系,于是创造出了先天八卦。 以此来揭示天地雷锋,水火山泽的状态,以及自然宇宙的阴阳消长过程。 后来周文王在先天八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,用以解释万事万物的升华智客,也就有了后天八卦。 先天八卦的排列代表着物质性质的两两相对,后天八卦的排列则表述了十五相互依存,循环往复,生生不息的自然含义, 因此一旦读懂了易经,便能动息穷通顺逆,通笑世事人情。 但是,因为易经原文文字深奥,晦涩难懂,一直以来都被称为天书,许多人都对它敬而远之。 这本《一口气漫画易经》以漫画的形式讲解易经,形式活泼轻松,内容通俗易懂, 虽然不至于真的让你一口气就读懂易经,但是它却可以作为一把钥匙, 一把能让人更加轻易打开天书易经之门的钥匙。 作者用生动形象的漫画,加上通俗易懂的解说,从易经最基础的部分讲起, 比如,何为杨谣,阴谣,八卦都包括哪些, 钱,坤,黎,坎,镇,训,更,都有何含义? 每一部分都有清清明了的漫画演绎, 让读者能够轻轻松松学会运用易经, 可说是倒戏青年或者作为孩子博学启蒙的最佳读物。